各位親愛的現場 和電視的觀眾朋友們 晚上好 歡迎各位繼續光臨 這家衛視愛在中國藍 這裡是吉利亞婚姻保衛戰 愛要有你才完美 今天我們一樣 會讓很多的人來到現場 為我們來產露他們的故事 我們也謝謝他們的真誠 歡迎九位男主角 首先為各位介紹一號 劉鎮音樂老師 喜歡唱歌和旅遊 二號 何振高 是一位電子機械的雙工程師 喜歡看書和學習 三號 王宇 是一位工程師 喜歡滑雪 為各位介紹四號 尹強 忠實由質量工程師 為各位介紹五號 沈錢 是一位英語翻譯 喜歡乒乓球 跑步 跳舞和唱歌 六號 謝光輝 香港公司的營業經理 歡迎七號 張尊先生 職業是一位醫生 八號 盧雲勝 現在是一位金融投資業者 九號 李東風先生 現在是一位金商的男士 再次歡迎全部的九位男主角 謝謝你們一如既往的 相信一見利亞 會員保衛戰役 希望我們真的可以幫助到大家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我要請你們集體都帶上 我們所謂的獨心魔戒 他會根據你們的心跳 人體的微電流血壓等 各種因素來進行一個判斷 你們在第一眼看到女主角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心理狀況 好了 掌聲歡迎今天第一位女主角 瑞瑞跟我們見面 您好 我們先做一下簡單的自我介紹好嗎 讓大家對你有個初步的了解 我叫瑞瑞 今年二十九歲 目前在浙江泰州一家外貿公司 做產品的售後最快的工作 我活潑起來的話 像一隻大灰狼 那我安靜的時候呢 像一隻小綿羊 但我的心 只為真正懂我的人而開啟 謝謝 好 瑞瑞 我們先來選一個 你的最佳印象男士好嗎 好的 來 確認了 對嗎 一張張自信的笑容 我們待會兒來公布會是誰 現在呢 我們來看看第一演員的 心動之總和是多少 如果前手成功的話 我們會得到多少的約會基金 好嗎 好 來 五 四 三 二 一 請摘一下 總數一千五百六十八 值最高的是九號李東風先生 達到了兩百五十八 你只比二號高一點點 因為何振剛先生的值 達到了兩百五十二 你們只差六而已 九號李東風先生 為什麼這次值那麼高 會不會你這次比較有期待呢 有期待 有期待 OK 你看有期待可能 人的心裡有時候是會很奇怪 我們現在先來看 女主角瑞瑞的第一段故事 來 請看 她們結婚的時候還都很年輕 很多事都不懂得為對方考慮 我們就會不停地爭吵 因為家裡面的一些事情 和自己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 把其他一些情緒 帶到彼此之間的感情中 後來 丈夫跟朋友開酒吧之後 就更加喜怒無常了 你煩死了 一邊去 當我是傻的 你就洗不上明明就在香水味 是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喝酒啊 啊 你是不是跟她搞到一塊去的 大家在水上 怎麼會有你的香水味 你跟我說清楚 你不要跟我說清楚 大家跟什麼女人在一起啊 別煩我 不是啊 不是啊 那一拳 徹底打碎了瑞瑞 對美好生活的全部希望 當她那一拳頭 打到我臉上的時候 當我在昏倒的那一刹那的時候 我就知道 這段感情 結束了 千了吧 我們是沒辦法再過下去了 跟你直說了吧 我爸媽一開始就對你不滿意 得知我們要離婚 他們也非常同意 然後我當時就問了她一句話 我說離婚可以 我說那你父母知道嗎 她當時跟我說 已經跟她父母說過了 當離職後回到家 我去收拾東西的時候 她的父母 才知道這件事情 當我離開她家的那一天的時候 我跟她父母這樣說了一句話 我叫了你 你們一生爸媽 這一輩子你們都是我的爸媽 第一個是你們的婚姻曾經經歷過暴力 第一個是你們的婚姻曾經經歷過暴力 只有一次還是有很多次 嚴重的話 也就那一次吧 聽到你說直到你暈了以後醒來 就是說她曾經把你打暈了 是的 因為那一天直接打在臉上的話 還有很重的人說 直接就暈倒在床上 你的前夫沒在現場 我們不能做缺席審判 但無論如何 一個男人會施以如此的暴力 對一個女人 都是相當令男人羞愧的行為 第二個關鍵詞是 她跟你說她的父母已經知道你們離婚的時候 而且同意了 事實上你們離正式辦完手續了 你才知道她父母根本不知情 是的 當時的話可能兩個人都在情緒當中 就算是她父母當時知道的話 可能我們也會離 但是我會考慮到老人的一個心情 如果他們出面主旨的話 可能當時的事情也不會那麼的 你認為會有轉機 可能吧 各位男主角們 提問和交流的權利 仍然交給你們 7號張先生 我想問一下 你們兩個人的愛情是自由戀愛呢 還是屬於包辦 屬於自由戀愛是 結婚幾年 婚姻有四年的時間 她經常對你實行暴力嗎 一般都是爭吵了 然後的話 動手的話 剛剛跟主持人也說過了 是就那嚴重的話就那一次 對 難道你們愛了這麼久 就一拳就把你的婚姻打破裂了嗎 這個不是說 一拳的那個問題 你的愛本身就是不深 所以這一拳實際不是說一拳打的 而是你的基礎就不牢固 可能吧 所以要反省自己 不要怨自己的老公 怨男人 謝謝張真老師的指導 謝謝 張老師每次都先給我們一些 奇缸惡藥的感受 五號沈先生 我覺得我不能同意 張偉男的觀點 不管怎麼說也結婚四年了是吧 那麼感情基礎差怎麼會結婚呢 怎麼會維持四年了是吧 男人再怎麼樣也不能說動手 而且動手打得那麼重 一拳打暈過去了 我說感情再牢固再基礎 再好的話 這一拳也可以擊碎一切的 對不對 完畢 這點我同意你的觀點 當然只是我們的意見 大家可以有共同表達 來二號河先生 你還是比較年輕吧 然後你受到這次打擊的原因 是因為家庭暴力 但是我想大概導致離婚的原因 可能不止一百種 你得到一種教訓 有沒有想過 以後有可能有其他的很多的原因 還會造成一些問題 有沒有這種心理準備 說一點傷害那種陰影沒有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當時是太年輕 然後經過了這麼多年 自己也成長了 也成熟了 對感情這方面的話 也看得更懂了一點了 所以說如果說以後 自己再有一段感情 或者說再有一段婚姻的話 我起碼更懂得了 溝通和信任還有理解 謝謝 8號 魯先生 你的意思是說 這一拳打過去的時候 就你們意味著就是 自己決定要分手的了是嗎 是的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他是完完全全是一個 十喘十美的人 他可能永遠都不會打你一下 打個比方說 他今天出去玩一下了很過分了 沒有回家了 或者是說怎麼樣 然後你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你又會離婚嗎 我上一次婚姻的話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為那一場 因為在此之前 我們曾經不停的爭吵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感情已經出現裂痕了 因為暴力事件的話可能 催化了你們最後做的這個決定 對 然後那個裂痕就 我們可以知道 你們之前的爭吵原因是什麼 爭吵的話 因為他年齡跟我相仿 然後的話 當時年齡還小 就是說 不會顧及彼此啊 不會考慮彼此啊 比如說呢 每個月的工資的話 就是其實他也不會交到他父母那裡 然後我也不會問他用 然後我說結果到一個月過後呢 他的工資哪去了就不知道了 就是他每個月的錢自己花 也不承擔家庭的開銷 自己而且全都花完 是這樣嗎 對 還有嗎 他後來跟朋友一起合夥 開了一家酒吧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對 他是每天晚上都會很晚很晚地回家 而且就是說 喝得醉醺醺 在他手機裡面 你看到了一些其他人的曖昧表情 看到了一些 對 所以到後來其實你也懷疑你的帳戶出軌了 就有一次 我在他手機裡面 偶然間聽到了一段 跟另外一個女孩子 說的一些很曖昧話的一個錄音 是通話內容 對 之後的話會經常有半夜三更會有 不同的女的電話打過來 我們來問問三位專家團 在他的身上 你們會看到什麼樣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的特質嗎 剛剛有一個男嘉賓問了你一個很好的問題 嗯 你自己說你現在成熟了 29歲了 前面一段婚姻似乎是少不更事 那以後 當你迎接下一段感情的時候 在男人的諸多各種各樣 一萬種的缺點裡面 你今天可以接受的是什麼 我可以接受男人就是一些抽菸啊喝酒啊這一點 然後還有一些稍微的一些大男子主義啊 這些都可以接受 什麼叫大男子主義 比方說他錯了 然後的話你在旁邊提醒了他 然後他會顧及自己的面子 當時不會給你聽你的或怎麼樣這樣的一下 外面的話是稍微這樣 現在的話是可以接受的 對 那他在家裡也這樣呢 也大男子主義呢 如果說一個男人在家裡面的話 再跟我大男子主義的話 我覺得我 以我現在來說 我應該會有招對付他 什麼招 我讓他大不起來 你讓他大不起來 咱們要不要王老師 王老師 來來來來來 來演一下男子主義 讓他對付一下 我讓你動了嗎 沒動老公 我這是給華少送的信 我讓你動了嗎 每回回來的歌 就非得跟他這 哎呀 不忘了 哎呀 老公 別弄這了 以柔克剛是他的招 他之前畫了一幅畫 我們根據那幅畫 然後跟他做更多的溝通 來更多的了解一下他 好 了解一下瑞瑞 這個題就是說 設想 假想你未來的家是一個魚缸 就把那個家畫下來 我首先第一個看到是簽名 瑞瑞為什麼簽了這樣的一個名字 Andreo 因為我身邊的同事 以及我現在身邊的朋友的話 都喜歡叫我另外一個名字 安琦 或者說直接Andreo 那你的名字 其實就是我剛才對你的判斷 你對自己有一個淑女標準 然後你就會要求自己按照淑女標準 去做事 可是生活是兩個人的相互感應和感受 它和標準沒有太大的關係 你只要維持一個基礎的道德標準就好了 剩下來的是要去互動的 我會覺得你因為這個標準 很多時候是沒有界限的 如果你只是一味地退退退 一直退到你的最底線 出了錯你不能全怪對方在進攻你 對 因為你沒告訴他界限在哪裡 所以還是做人比較好 無論是天使和魔鬼好像對對方都是很大的壓力 對 因為在一個家庭裡邊 所有的關係都是佔位置的 你扮演天使我就只能扮演魔鬼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平衡 然後就是你選擇的筆 構圖和你的筆法 會讓我覺得呢 你對於未來不是很有信心 對 我心裡面是在某種程度上缺乏一種安全感 好 大概明白了 我們稍後再做更加身份的了解 現在你們有第一次滅燈的機會 如果你們覺得已經不再合適 或者跟你自己的要求不是那麼貼合的話 請各位選擇滅燈 3 2 1選擇 8號滅燈 1號滅燈 只有兩位滅燈 1號劉正講講你滅燈的理由 她的年齡在你的範圍之內 對 女嘉賓你好 她的年齡是在我的範圍當中內 但是她的前任老公說跟她年齡相綁 但是她既然已經受過傷 我覺得她就不應該再找一個 比自己年齡相當或者比她小的老公 你覺得她應該會在心裡年紀更大一點的才對 對 要有一個男人保護她 愛著她 OK 盧先生 我感覺呢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兩個人的培養感情的話 我想我們的感情也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就像胡蘿蔔一樣 一咬就睡了 就是這種感覺 我們經不起風吹雨打 經不起日曬月靈 請教你何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打個比方說 她不把工資給你 然後工資給她媽媽或者自己用在哪裡了 那你嘗試著就是說 有沒有兩個人真正地坐下來 把這些事情進行一下探討 我相信每一個人她都是非常講道理的 並不是說一個人她生下來就是相當的韌性 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這樣一個人 明白了 明白了 盧先生 其實您的意見跟剛剛陶老師意見一樣 就是好像認為我們的女主角一直在往後退 卻沒有給對方一個界限的空間 現在還亮燈的各位 我們接下來看的是她下一段VCR 她目前最大的優點和特質是什麼 我們更多地了解她 我是一個性格開朗 但是有些時候又會很多愁善感的一個女人 開朗起來我會平時跟朋友一起去戶外爬爬山 然後在山上露露營 多愁善感起來又會一個人 喜歡把自己一個人悶在房間裡 平時自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上進的一個女人 因為我目前在工作之餘 還在讀專身本 性格上面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獨立 比較要強的一個女人 我不大喜歡姐弟戀 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一連幽夢裡邊 非於凡的浪漫與細膩 我更欣賞《泡沫之下》裡面歐成的霸道與溺愛 可以很霸道 但是也懂得溫柔的 一個可以駕馭得了我的一個男人 劉正先生的判斷基本是正確 她排斥姐弟的 現在她公開說了 所以你滅燈 雙方達到了默契 而當你說到一連幽夢和泡沫之下的時候 王宇先生毫不猶豫地就滅了燈了 你是有多討厭看偶像劇的女生 我最怕喜歡瓊瑤這類系列 就是偶像劇的女孩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瓊瑤的偶像劇害了很多女孩 很多女孩認為那種就是折騰來折騰去的愛情是很好的 所以我最討厭這一點 那個我很驚訝 看看偶像劇沒什麼 瑞瑞你居然說自己已經成熟了 當你提理想中的男人的時候 是拿瓊瑤劇來銳比 我覺得你這成熟實在 實在不 不應該成為成熟 你知道像費雲帆那樣 費雲帆還好 還好 泡沫之下那才可怕 你知道泡沫之下那形容是什麼 什麼什麼嗎 她那男人應該來找我們看病 那精神分裂症啊 十號張先生 女嘉賓 你剛才已經說了半天了 我就想問你 你想找一個什麼樣的老公 你具體說一下再說一遍 看跟剛才一不一樣 你也可以說一下 不想找什麼樣的老公 對 你千萬別說是像張先生這樣的人 我不想找 除了我想找之外的那些人做老公 打得好 謝謝你 你也太虛偽了 前後相當的矛盾 就剛才說一說你前面吧 你說你 你的前夫的父母 你照顧得特別特別的好 這也是虛偽的表現 知道吧 你給別人看 這一點的話我要 我要跟那個 你先聽我說吧 你就是虛偽的表現 剛才你就說你能折騰 實際你不會折騰 對 你很保守呢 知道嗎 你太保守了 是這樣 你呢還說是說是能折騰 實際呢 你總想表現給別人看 可兒馬上就拿起了話筒 我上期已經說過 張音生他好奇怪 我現在我真的覺得 你是有點精神分裂 為什麼 你一上來就指著 女嘉賓說 你被老公打 那麼一拳就要分手 你是不是因為愛的不夠深啊 你去反省反省 你說正常的人會 你說被老公打了 還叫老婆去反省反省 會有這種人嗎 而且你還不滅燈 你都讓人家去反省 你還要他這麼燈亮著 現在要還要說人家很虛偽 你還把燈亮著 因為人無完人 你不可能我又霸道 我又溫柔 不可能有這樣人 知道不 張先生你現在亮燈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確實有些方面挺優秀的 他從工作方面氣質方面 還是比較優秀的理念 但是他的家庭 他肯定維護不好 他必須去找一個 不是強勢的男人 因為他自己呢 比較強勢一些 但是他還不想表現出來 剛才我說的虛偽的問題 所以你是強勢的男人嗎 我是屬於能伸能縮的男人 是你想亮著燈 不斷地給女同志說難聽話 你怎麼那麼愛說難聽話呢 我說句公道話 不可以用虛偽這個詞來形容女嘉賓 因為我覺得 從上一段VCR裡面 她老公為了達到這個離婚的目的 居然騙她 說我跟我父母都說過了 那麼女嘉賓根本就沒有去求證 因為她很善良 她很真實 她也相信 從這一點我挺你 我為你把燈亮到底 謝謝 謝謝 這個話已經三集都出現過了 謝謝沈先生 我想跟張先生說兩句 您剛才的話 王老師也說了 說你是不是特愛攻擊每一個女嘉賓 其實我覺得你沒有在攻擊 你說的兩點都對 那麼第一點你覺得我虛偽 其實在某些方面我是挺虛偽 就像您所說的 我表面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 其實我骨子裡 是一個很缺乏安全感 也可能會很溫柔的一個女人 所以這一點你說我虛偽 對 第二點 張先生說人無完人 對 就因為您說的那一句話 人無完人 所以我不是完人 謝謝 是這樣 拿到了大家一致的掌聲 四號尹先生 你好女嘉賓 你好 我看你的資料上 VCR裡頭的對戶外活動 比較感興趣 是 我想問你一下 你是背包 還是那個 我屬於背包組 對 背包 我也很喜歡這個 那有空一起去 這個 剛才他們都談的家庭 我覺得他們的家庭的生活 以後可以繼續慢慢地去聊 我這個愛好呢 共同愛好 我覺得 很重要 你這個跟我太像了 我也很愛玩 因為我現在手裡頭有一個 那個四川的一個套票 三年之內可以 任意景點都可以隨意玩 希望有機會跟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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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套迂迴戰法 到最後畫龍點睛啊 你真的下來以後 應該跟七號張先生 好好交流一下 對張先生 將來獲得一份幸福 還是有幫助的 其實張先生可能現在 其實你過得也挺好 對嗎 話說回來 旅遊方面的戶外活動 那是我的小的故事的一段 哦 了解 了解 你有哪個地方的套票嗎 夏威夷 夏威夷賣過套票嗎 松人游 可以買了啊 可以買可以買 在這輪的溝通之後 請大家再做一次選擇 這是男生主動的 最後一次選擇機會 三 二 一 選擇 九號李先生滅燈 七號張先生滅燈 九號您的滅燈理由是 因為他很像我原來的前妻 張先生滅燈的理由 大江已經把這理由已經給我了 所以我就趕緊滅燈了 不然的話不更尷尬嗎 是吧 好 了解 現在我們來公布一下 瑞瑞選擇的最佳印象男士 三號王先生 其實吧 從這麼多男嘉賓上台以後 我對王宇的印象是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他特別靠譜 但是我對他有一個印象就是 他太過於謹慎 當然我們都再次選擇 婚姻的時候 對 但是只要 比如說女嘉賓的其中的一個點 觸碰了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進去的話 他就毫不猶豫的選擇逃掉 所以我想建議王宇 以後再碰到這樣的情況下的時候 多一點點衝動 就是多爭取一點 或許有一個開始之後 會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 這個東西 王宇先生 請你很誠實的告訴我 你現在有後悔 自己剛剛把燈滅了嗎 沒有 好 瑞瑞,現在你有一個權利 因為他是你的最佳印象男士 你可以選擇 一定要讓他把燈亮起來 你是否要做這個選擇 我選擇努力一次吧 瑞瑞,把三號王宇的燈亮起來了 作為最佳印象男士 你必須留在場上 那現在一號,七號,八號和九號 幾位可以先休息一下 謝謝各位 六號,謝先生 他亮王宇燈的時候 對你是一個打擊嗎 沒有打擊 沒有打擊 我可以說 也許有點後悔吧 但是我還是願意這樣選擇 你沒有選擇讓對方舒服 可是對方選擇了讓你那麼舒服 有沒有一點慚愧回答 慚愧 謝謝 接下來,女主角深入了解各位的環節 來,請看 這裡有三個提問的方向 他們每個人都必須回答 但你只能選擇當中一個方向來問 你最關心的 個人現狀吧 事業,朋友,妻子,家庭 在你心中的比重是怎麼樣的呢 想要讓誰先回答還是按順序來 六號,謝先生吧 覺得我自己還是事業會排在第一位 然後家庭會排在第二位 妻子會排在第三位 最後是朋友 對,對,對 好,沈先生 事業跟家庭應該並列第一吧 OK,那朋友呢是第二 還有一個選項是妻子 然後是朋友 妻子就是家庭啊 妻子就還在家庭當中 對,對,對 好,四號,尹先生 我是以家庭為重 家庭第一 家庭排第一 第二排的妻子 第三是朋友 最後是11 因為我覺得我現狀已經很穩定了 拼搏了十多年 我現在已經很累很累 拼搏的最後結果就是家庭沒了 我現在就想平平淡淡地過我的後 所以你現在的工作也好 收入也好 你覺得足以支撐一個家庭 可以 謝謝 王宇 現在事業是第一的 家庭和妻子是第二位的 朋友因為我在之前的幾年 有很多很不錯的朋友 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呢 我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 在朋友這一方面 好 何先生 家庭放在第一位 接下來才會是事業 我對朋友蠻好的 但是這裡排序嘛 怎麼能把它排得稍厚厚一點 不過我現在不是有很多的朋友 因為環境改變 所以我希望也會交到更多的朋友 大概這樣 瞭解了 順月你還有別的問題要問他們嗎 別的問題我倒沒有 但是有一點我想 呃 對幾位 我現在對他們的看法 我想做一個評價 評價 六號謝先生 現在給我的感覺 就像一個老師 在某些方面又像一個開心果這樣 五號呢 就像一個林家大哥一樣的感覺 他很會懂得關心人 然後四號的話 就是像一個很真誠的朋友 二號和先生的話 就像我身邊的一個同事 現在輪到三號了 三號給我現在的感覺是 一句話最熟悉的陌生人 謝謝 我們大概是聽懂了啊 你可以接下來選擇滅燈 滅一個也可以 全滅完也可以 你這 你可以接下來選擇滅燈 滅一個也可以 全滅完也可以 同事被滅掉了 開心果被滅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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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了熟悉的陌生人 老師和大哥 好 現在由我們的專家來出題啊 你知道語言會撒謊 身體不會撒謊 讓你的身體來幫助你選擇一下 到底誰跟你比較接近好嗎 你先測試哪一位 來選 三號 三號 好 瑞瑞在這一頭 請王宇先生 用很慢很慢的步子 一步一步走向瑞瑞 一邊走 一邊要講一句話 我是如此的靠近你 記住了嗎 走得慢一點啊 步子可以大一點 我是如此的靠近你 看著對方的眼睛 不要看他 我是如此的靠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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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已經停了 好 下一位 對 林先生 同樣的 我是如此靠近你 我是如此靠近你 慢一點不行 我 我前面都是很快 到街頭開慢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我知道你的心情 但是我們要給瑞瑞一個 反應 對 感受的空間 就要那麼慢啊 我是如此的靠近你 我是這樣的靠近你 我如此靠近你 還停嗎 謝謝 停 瑞瑞到了 不能再停了嗎 對 最後一位 步子大一些是吧 跟王宇差不多 差不多 稍微比王宇多半步 來 李嘉賓其實我對你還是 不要講廢話 挺感興趣的 沒有事先拉票的單元 這個不是海選 來 有點緊張 沒事 一步一步來很慢 要慢 嘴裡要說 舒遲的靠近你 不行 不是 要嚴格按照我的要求 我舒遲靠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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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點 靠近你 我舒遲靠近你 停 謝謝 華碩剛剛看到三位走的界線了嗎 我看到了應該都是在這個附近 幾乎是不分彼此 對 謝光輝先生 稍微多一點一點 應該對吧 對 另外可能都要多個半步到一步這樣 沒錯 對 至少我的感覺瑞瑞對這三個人目前為止 其實對他來說心理距離都還滿遠的 都還滿遠的 瑞瑞來 我們回到我們的位置當中好嗎 來 這個就是剛才這個測試裡邊 它所體現的不只是他們之間的 目前的這個狀態 同時也反映了瑞瑞的一個心理狀態 我剛才也講過 瑞瑞對真正的男女之間的親密 是有一點小小的需要調整的部分 好 現在瑞瑞來做一個決定 你只能最多留一個男士 最少可以一個都不留 請選擇 六號 老師先被滅燈了 四號被滅燈了 都滅了 謝謝 因為我想找的一個男人是 可以把我像老婆一樣的愛 像孩子一樣的寵 像他自己一樣的理解的這樣一個男人 但是剛剛那個環節的 進行的活動中 我發現了一點 在他們當中 我找不到這種感情 找不到這種能給我家的感覺 的這樣一個人 那從中我也可以看出瑞瑞現在的一個問題 他真的不知道他要什麼樣的男人 希望你過幾年能知道 那二十九歲已經成熟了這句話 目前在瑞瑞身上不成立 謝謝 好 當然啦 在節目當中只是選擇的開始 我們只是搭建一個平台 各位都可以互相認識 希望今天節目可以讓你至少有那麼一點所得 好嗎 謝謝你來到現場 謝謝 再見了瑞瑞 捷利亞呼應保衛站 歡迎各位繼續鎖定 各位可以登錄我們的新郎微博 網易郵箱還有百度貼吧 留下你的寶貴意見 同時也可以通過我們的搜狐高清網站 和優酷網來點播我們的節目 同時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 世紀家園和珍愛網 對我們節目的大力支持 同時我的荷堂 我的音樂經歷荷堂系列音樂手機 邀請你的短信互動 詳情的請參與我們的屏幕下方 成功牽手的情侶 將會獲得經歷手機提供的 M500荷堂系列音樂手機兩部 也再次祝福各位了 讓我們歡迎今晚的第二位女主角 歡迎黃令 你好 你好 來 這邊 我們先做一下簡單的自我介紹好嗎 大家好 我叫黃黎 來自北京 我的工作是結構設計 我很喜歡杭州 尤其喜歡這裡的江南裔的焦麻雞 希望有機會和這裡的男士一起去吃 嗯 有喜歡旅有喜歡吃的嗎 請舉手 四號 三號 二號 基本都舉手了 我們現在先來找一個你的第一印象男士 好 謝謝 接下來是心動指數的總和 來看看你們到見到他第一面時候的狀況 好嗎 五 四 三 二 一 請摘下 總數是一千三百六十七 最高的仍然是九號李東風先生 兩百八十五 那比較上一位你是高了還是低了 這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高低 只是他們不高 不是我最高 他們不高而已 對對對 最低的是一號 劉先生只有九十五 因為此時此刻我特別地平靜 平靜 嗯 為什麼呢 在我理想中的女朋友當中 並不是我要找的那種類型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段VCR 離婚的原因和事件 我們來看看 黃黎在之前遇到了什麼樣的故事 來 請看 以前 他們是眾人羨慕的金童玉女 發誓相愛一生 就是去幹什麼都是一起 一起去旅遊 一起去做任何想做的事 後來 隨著工作和養家的壓力 丈夫開始變得暴躁冷漠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往上爬 你明白嗎 你要明白的話讓我安靜地 把這份策劃寫完行不行 這種工作一個月那麼點錢 不做也就算了嘛 我要養家 我沒時間陪你浪費 當兩個人的溝通便少了以後 她便尋找了另一個出口 來抒發這些壓力 等你出現了 第三者 你說你不願意跟我說話 但是你就願意想 跟那女人說話是吧 你發什麼瘋啊 我說了我跟她沒關係 我發瘋 我一想到那個女人和你躺在同一張床上 我就噁心我噁心 你腦子有病 你才有病呢 把話給我說清楚 我有什麼好說 我說了跟她沒關係 我都看見 結婚四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晚上吧 就又因為同樣的事 就又吵了起來 吵得挺厲害的 冷靜下來第二天早上 我跟她說 我覺得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也不幸福現在 我想要過一種幸福的生活 所以還是離婚吧 把提問題的機會先留給各位吧 我們彼此開始交流一下 四號尹先生 我想問一下 剛才看你的VCR裡頭 那個我不知道你的眼淚 是在談到過去的時候落下來的呢 還是談到你自己看電影 自己去旅遊的時候 落下來的這個眼淚 談到過去 談到過去 我覺得不應該去落淚 因為過去的讓它永遠過去 但是過去已經在我們的生活裡 那是 那是一個傷痕嗎 是裂痕嗎 對 它會變成美好嗎 它變不成美好 但是永遠的存在我的生命裡了 那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很長很長的時間 尹先生可能我這裡看得到黃莉的資料 您注意一下她的離婚時間 2010年10月 哦 那麼短 對 那麼短 對嗎 才離婚 我沒有看到 那現在她這樣的情緒就是非常正常 對 3號 王宇 聽說你家境很好 書箱門第 你覺得是不是前夫的家境跟你有很大的差距 我認為家境的差別 開始我沒認為有多大影響 有差別 那後來你感覺你們倆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 主要是表現在哪些方面 主要表現在我覺得交流 交流不進去兩個人 是你不夠主動還是你覺得 我主動 但是那時候我覺得 如果一個人不想和你交流的時候 你再主動 他也不會和你交流 那你們彼此的家庭對對方有過一些影響 會對兩個人也造成壓力吧 對 有 他的父母給過你一些壓力 對 其實他的父母也是很好很好的人 但就是真的是觀念的差異 比如說 在他的兒子出現了這件事以後吧 他反而第一時間來要求我 不要老提這些事 覺得這些事我不提就可以不存在就可以過去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啊 所以嘉靖還是帶來了一些溝通和交流上 他所謂的觀念上有很多的不同 6號先來吧 謝謝先生 女嘉賓你好 我覺得你跟前夫的可能是一個 價值觀的一個取向吧 還有就是可能跟溝通是不是有一些障礙 沒有共同語言呢 我倆之前的溝通很好 沒有幾乎不存在障礙 但是到最後兩個人之間我覺得 不是說溝通存在了問題 是第三個人影響了兩個人的溝通 在外面應酬會很多嗎 比我多一些 你會忌妒他跟一星有交往或者說在 我不忌妒 我覺得對這方面我很大度 正常的交往誰都有誰都可以 但是不正常的交往誰都能感覺得到 好 謝謝 8號 盧先生 就是去年的10月份才離的婚啊 那麼就是說你現在已經走出了那段 那段婚姻的這種處境了嗎 我覺得至少我讓他在我心裡已經沉澱下來 封存起來 今天到我們浙江來 願意嫁到我們浙江來嗎 我喜歡杭州 來 3號 王宇 比如說啊 王好了想啊 咱們倆牵手了 回去了 談得也不錯 忽然有一天他改了 然後又來找你 咱倆還沒結婚呢 你怎麼處理這種問題 我其實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在我 在我的想法裡就是 這件事過去了就是過去了 我跟他也說過 有一天比如說 我也有就是第三者吧 而且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你怎麼來處理 但是你跟我的感情很好 如果是第一次我會盡量挽救 第二次我會放棄 OK 我明白了 你對這個答案滿意嗎 還可以 還可以 但問這個問題很奇怪 就是我們兩個在談戀愛的時候 然後我有第三者了 然後你要怎麼處理呢 聽上去很本位主義的思考 一點不奇怪 說明他想有一次這樣的事情 是嗎 陶老師像這種是 他是出於什麼目的 要問這樣的問題 人在河邊走 難免不失邪 我覺得他的潛意識裡邊 真的會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婚姻裡邊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所以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說你會挽救 那你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挽救 我可能盡量在我的腦子裡邊 就忽略這件事 忘掉這件事 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我是王宇 假裝第三者不存在 這就叫挽救 老婆 我必須跟你說 昨天就是我一個同事吧 以前一直對我特別好 我就覺得她是同事關係 但昨天 當然也是一塊喝了點酒吧 後來她就 她抱我的時候我沒拒絕 你知道嗎 就這位子我肯定不會離開你的 但是這事已經發生了 你覺得這事怎麼處理呢 我真的是覺得 只要你用真話說明白了 能讓我心裡邊 真真實實地知道了這件事 我覺得就能過去 老婆 謝謝你用手摸我的胳膊 你知道吧 這對我是多麼大的安慰 但是 你越摸我的胳膊 我越難受 你能不能抽我一嘴巴子 我才心裡能痛快一點呢 我捨不得 我捨不得 她說捨不得 你們說抽她 你這個方法不是一個好方法 不是個好方法嗎 真的不是好方法 我可以給你講一個小例子 你可以借借 我的一個好朋友 她突然發現她的先生 有一段時間 多了新的襯衣 新的領帶 新的袖扣 通通都不是她買的 然後她就問她先生 好像最近 你添了很多新的東西 她先生就知悟了一下 那個 我那個一朋友送的 這個女孩就說 那麻煩你可不可以安排個時間 讓我見一下你這個朋友 我真的很欣賞她的品味 過了很久 她給她先生留了一個紙條 說我很遺憾 你一直沒有介紹那個 非常棒的朋友給我認識 我也很難過 那個懂你的心 能夠送對禮物的人 居然不是我 從此她先生就回來了 所有的東西都被收起來了 我覺得這部旗下的 這個戰略布局真的是 太有心境了 我也很難過 那個懂你的人不是我 對啊 就是那一刻 我真的全身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全身從腳底板一直到 我有雞皮疙瘩的每一個部分 處理這種事情 最好的方式就是 讓那個男人知道 你有多麼的愛他 多麼的需要跟他在一起 多麼珍惜這種感情 然後你也非常信任 這個男人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 去處理好這件事 做完最後的最正確的選擇 我們現在來做一次選擇 我們看到了他身上一點脾氣 對嗎 對他的性格我們大概有點了解 對嗎 請選擇是保持現狀 還是要滅燈 三 二 一 選擇 九號滅燈 八號滅燈 六號滅燈 一號滅燈 二號滅燈 何先生 考慮了很久才滅燈 為什麼呢 他確實是比較在猶豫 猶豫就是好像還是演員吧 不是我喜歡的內心 但是也不是很壞 所以我在猶豫 好 九號你是第一個滅燈的 我是這樣選擇 女嘉賓確實非常非常地優秀 但是他太優秀了 我可能就不是他的菜了 用的詞還挺時髦的 六號謝先生 我們兩個都是現在比較強勢的那種 會以後在溝通過程中 會有一點障礙 駕馭不了你 或者說你可能也許有駕馭不了我 因為我的工作性質可能以後 在外面應酬比較多 好 一號劉先生 因為女嘉賓喜歡杭州 我是青島人 當然青島也不錯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我覺得 女嘉賓過於優勢 然後我不想當小白了 可是我也喜歡全國很多城市啊 只不過是我沒說出來而已 那我應該也不是你的菜 因為我覺得 還是剛才那句話你太過於優勢 他自己會有心理壓力 OK 好 現在還亮著燈的各位 那我們繼續 接下來我們來看 他的第二段VCR 我們來了解一下黃黎目前最大的優點 和他的一些特質 為現在亮燈的各位做更深入的了解 來請看 我的工作是設計 主要是房屋建築類的 父母也是這方面的 同行業的高級知識分子 因為從小時候他們的影響 做事都很認真 而且很細心 我現在有一個兩歲的女兒 很可愛 每天我覺得他就是我最大的開心 看到他我覺得就是 一切煩惱都可以沒有了 可是我對孩子的這種生活環境 有時候還是覺得有一點點擔心 畢竟來自母親單獨的愛和 他日常環境裡的這種 來自父母全部的愛 肯定是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這也是我對他很內疚的一方面吧 應該是 所以我希望我能找到一個 簡單 有責任心的人 同時我覺得這個人 肯定是愛我的和我愛的 愛我的人一定會愛我的女兒 愛你就一定要愛你的女兒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當然 所以你現在把所有的精力 都親注於在孩子身上 差不多吧 一個人帶兩歲的女兒 應該很辛苦吧 爸爸媽媽幫忙 爸媽幫忙 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副作品好嗎 讓我們幾位老師為大家 再剖析一下黃黎的性格來 就是到目前為止 畫得比較好看的一位 剛才聽到那個吳老師介紹說 她剛剛離婚 那我就會比較能夠理解 為什麼上面那兩條魚是黑色的 並且是分頭油的 對 但是下面那條魚是女兒 對嗎 我當時真沒刻意 我就覺得兩條太孤單了 現在來看的話 我覺得下面那個是我 下面那個是你 那上面兩條是誰 我希望是老公和孩子 哪一個是孩子 右邊的 那尾巴最大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依然會覺得 你還是一個沒長大的小孩子 你用綠色 就像你剛才在小片裡邊 所穿的衣服一樣 心裡邊有很多美好的東西 這是你的可愛之處 但是你太過於 宜然自得在自己的世界裡邊 如果那個人想要贏得你的愛情 他一定要穿越水草 到到你的身邊 你對這種親密關係 你的付出 並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我正努力地付出 也許你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是不是能做得到 還是有很多的慣性 只有當你意識到了 我真的要去愛一個男人 你才有可能真的 去對這個關係付出 好 我們來把機會留給現在還亮燈的幾位 七號張先生 我半天沒發表言論了 你憋得很辛苦 我現在該發表言論了 好 您說 想問一下 你的心目當中的男人 在什麼年齡的範圍 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男人去呵護你 36到45歲 不好意思 我已經超了 我已經47了 但是可有一點 如果周歲的話正好45 生日太小 12月23了 所以就周了兩歲就變成45 正好搭上你的村邊 黃女士我問一下 你寧願她是周歲還是虛歲 周歲 嗯 張先生 您這回沒白來 有點意思了 有點意思 我發現你也是一個 知道什麼叫愛的人 你看你這是有點喜歡吧 他跟他前幾天完全不一樣 精神煥發你看沒 你現在精神不煥發我覺得 你前幾天比較精神煥發 你前幾天精神煥發 心情比較激動 今天有點煙了 還有第二個問題 你想找一個什麼樣的男人 你的構想 我覺得就是在 我真的是要仰慕他 就覺得他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然後 疼我 愛我 我也會疼他 愛他 你具備什麼能力 你能仰慕他 或者你是愛護他 這個仰慕你怎麼還需要能力呢 他沒有那個自己的 張先生我問你吧 你有能力讓他仰慕你嗎 我覺得我應該有這個能力 就你最自信的地方 最自信的一面呢 是我人格的魅力 我比較穩重 有超前的大腦 張先生你千萬想好再說 你還比較穩重 這個穩重不一定是你的優點 不穩重倒不一定是你的缺點 我的穩重是屬於分什麼場合 我們這個場合 是讓你覺得有多不穩重呢 在這種場合呢 必須得比較活活得去做起來 了解了解 那你什麼場合比較穩重 我們就一併幫你問了啊 我到醫院的時候 可能就是沒有我這種笑容了 你說的是你在醫院當領導吧 他是領導啊 對 好 換下一位吧 王宇先生 問一個問題啊 你感覺我看上去 像一個星期去三四回夜店的人嗎 不像 謝謝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是嗎 不是 但是很多人認為我是 我還有一個問題啊 你對另外一半的 就是子女狀況的要求是什麼 我現在有一個女兒 大概是八歲在上小學 然後非常可愛 你是希望這樣好呢 還是希望另外一半沒有孩子 希望跟你再生一個 我覺得無論對方有沒有孩子 我都希望再生一個 你覺得呢 同一個問題問你的話 我希望她覺得我這狀態還OK 因為我喜歡孩子 沈先生 我是談一個感受好 但我覺得女嘉賓好 好像是特別適合這個 咱們張醫生 張院長 她跟我住得比較近好 我常跟她在交流 就說她喜歡生孩子 最好女嘉賓也不建議 第二呢你們都北京的是吧 第三呢我覺得 沈先生你到底是來幹什麼的呀 你應該跟可兒他們做到姐妹團裡去 不不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她有最合適的 咱們應該公平競爭的同時 也有這種心胸和大度 但我真的沒有看出來你在公平競爭 我認為你站在九個男生的最中間的位置 是在左右分配著不同上台的女孩的資源 還是說您覺得這樣的話 是你最閃光的地方 她要覺得我好 她自然就會 你不說她怎麼覺得你好呢 你們第一次見面你跟她講 你跟她挺合適的 真的 誰會覺得你好拜託 我是說我的生活方式 我在廣州自己打拼很辛苦 對嗎 就像她這樣呢 我怕是 她就像高貴的蘭花是吧 我要的是竹或者梅 聽明白了 她說高攀不上 就這意思 我覺得至少先攀攀試試看 我不跟別人爭的嗎 這個世界適合自己的不爭怎麼會有呢 好了 沒關係 咱們這樣 最後一次滅燈的機會交給你們 你們誰覺得就到此為止的 當我數到1的時候請滅燈 3 2 1 選擇 沒有人滅燈 現在我們來公布一下 黃黎的最佳印象男士 最近她很受歡迎 3號 王宇先生 王宇 你有什麼要感謝或者要表達的嗎 多謝談 沒了 多謝各位男嘉賓 謝謝他們幹嘛 人家沒說要放棄 還是有幾個滅燈的 另外幾個表現都不太好 所以你謝謝 所以我有機會了 好了 我們先謝謝已經滅燈的幾位 接下來是我們女主角對她們深入了解的時候 三個方面設定的問題來請看 婚戀經理個人現狀未來計劃 你想問她們哪個方面的問題 未來計劃 未來計劃 好 我們來看未來計劃問的是什麼類型的題目呢 來請看 簡單描繪心目中最想要的生活狀態 簡單描繪一下 你想從誰先開始 七號 七號 你要把王宇放到最後 張先生 我突然感覺到我都不會描述了 為什麼呢 太緊張了 突然把我放在第一位了 所以我很感動 你一點別感動 他是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後了 王老師你也討厭 好不容易他現在這一次認真了一把 非常正經的 非常勉腆的在答題啊 實際我挺簡單的 我是一位醫生管理個醫院 這個醫院呢屬於自己的 我這年收入呢 最少是二十萬嘛 平常時候呢 也就是打到保冷球 愛好旅遊 比較簡單一些 想找的女朋友就是都有演員的 今天對你呢比較有演員 但是呢 你心目中的偶像突然是三號吧 我心裡頭突然就半涼半涼了 所以感覺到天塌了一樣 說幾句公道話吧 我很熟悉他的家境 也很熟悉他這個人 剛才他的認真 其實讓我突然覺得張先生 大概是屬於那種 沒有人讓他動心 他會很躁動 他會很張張揚 甚至變成張狂 用這樣的辦法引起別人的注意 其實並不是一個好辦法 但是現在我覺得 這才是我認識的張先生 他挺認真的 而且他曾經跟我說過 他喜歡一個 不是太圓糊糊的 但是有點圓糊糊的臉 那應該是我要的妻子 前幾天大家看到的張先生 未見的是真正意上的張先生 如果非要讓我說 什麼樣的張先生是張先生 現在的樣子 倒有點像我認識的他 張先生我想說 現在是本來的我 本來的張先生 我想告訴你 就是你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他問你的是 你最理想的生活狀態 你答的是你的個人資料 我現在真是沒辦法回答你 明白 可能你現在很緊張 對 太緊張了 稍微平復一下 如果你想好怎麼發言 我們待會兒再到你 沈先生 我最想要的 打個比喻吧 我是一棵小樹 我欣賞對方是一棵竹 或者說一個奧雪開放的梅 那我們一起去打拼 國內國外的去走一走 好和壞都不重要 可是我說過我希望 兩個人一起奮鬥 我覺得那是一種 很理想的生活狀態 兩個人一起奮鬥一起享受 可能你這個年齡段 在成長的這個家庭環境下 都是備受呵護的 我簡直就是一塊見骨頭 或者從小到大 簡直就是一個像野狗一樣 我不做壞事 盡量做好事 我夾著尾巴做人 能奮鬥到今天 是吧 除了勤勞 善良 我沒別的本事 我怕你跟我會覺得很受罪 可是我到現在也是自己奮鬥出來的 我沒有靠任何人幫我 沈先生我特別明白你 就是你希望表達一種方法 來證明自己的弱勢 從而來證明自己的善良 你想告訴他你的善良 但你用的方法 讓很多人會覺得 你有一點點懷疑 不過你的意見我們聽到了 你們彼此都在證明著 你證明你想要的 你證明你想要的 尹先生你想要的是什麼 輕輕鬆鬆地去掙錢 簡簡單單地去生活 錢是掙不完的 我沒必要去努力地拼搏 拼搏 拼搏 我這樣叫平平淡淡 這是我的感覺 你在他的年齡範圍之內嗎 我有那麼老嗎 不 我真的 我想問一下 李嘉賓 你可以估計一下我的年齡嗎 38 9歲 太厲害了 一點都沒帶錯的 周歲38 虛歲是39 最後王宇先生 其實我想描述的這個理想生活呢 是我身邊的就是很多朋友 都有的一個夢想 就是在讓老人能高高興興地 過日子的基礎上 然後有一個自己的莊園 可以春夏秋 可以騎騎馬 帶著老婆孩子 然後冬天的時候 可以帶家裡人去上山滑滑雪 然後在其餘的時間 可以努力工作 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是夢想的感覺 是夢想 但是可以為夢想努力嗎 而且我身邊的很多朋友 現在做到了 但是我覺得帶著 這麼大一個夢想 你不覺得有壓力嗎 其實不大 我說這個夢想 基本上你看一個莊園 一兩百萬 可能在外地就可以實現 滑雪一年也就是 兩三萬塊錢 這不是 關鍵是你能把你的生活狀態 調整到這種生活中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難的問題 對 但是可以去努力啊 好 姐妹團們 這次我還真的想頂一下 7號張森先生 其實他前兩場的那些發言什麼 我覺得那是沒有 讓他心動的女孩子 他才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今天對我們的這個女嘉賓 是動心的 但是他其實張森先生的 他的品位是很高的一個男子 所以你覺得他是合適黃黎的嗎 是合適的 他如果真的愛上你的話 他可以什麼都會為你去做 會滿安逸的生活 我覺得如果一個男生 讓女生稍微有一點討厭 可能會起到一個逆反作用 女生會愛上他 但是像他這麼討厭 我覺得就已經過了那個度了 你說張先生 對 我覺得張先生他有一點點 輕微的那種被虐的傾向 你看每次罵到他 你看我說他說那麼難聽的時候 是他最開心的時候 我覺得他在刻意營造一種玩世不恭 然後利用這種被虐的這種方式 來獲得自己的快感 這是我對他的看法 你認為他適合黃黎嗎 我覺得完全不適合 那你找一個適合的這四個當中 絕對是3號王宇 如果是100分的話 我在95分的樣子 95分 對,而且我特別支持他的 這個夢想 好,黃黎 他們四個當中 你可以選擇 滅掉一部分的燈 或者全部 請選擇 4號被滅了 5號被滅了 就到此 你留著7號張先生 和3號王先生,對嗎 對 好吧,那抱歉了 5號跟4號 兩位先休息一下 現在我們要來測驗一下 王先生跟張先生 以便讓你更了解他們 是由我們的專家團 來為大家解讀的 我們先看張尊先生的作品 命題是一樣的,對嗎 對,這個畫呢 真的就像張先生一樣 他看起來是充滿了激情 因為他選擇了很鮮豔的紅色 紅色 對 然後他寫了 花開富貴和順其自然 這些字是對外的 其實是寫給他自己看的 就當我們做不到某件事 然後又很希望去做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不斷的 跟自己講這樣的話 來自我暗示 他對親密關係的要求 就還是要溝通 更看重這種精神層面的交流 其實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個 很高品質的婚姻關係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 王宇的作品 他用了黑色畫了一個 很深的圓柱形的一個魚缸 就是很矛盾的兩面性 一個呢,他會要求 女生在這個關係裡 你是一定要嚴守傳統 從一而終 但是男生則是比較開放式的 如果有一些情感的經歷 你最好能夠 持一個寬容的態度去接納 那是不會影響到婚姻的 他對於親密關係的 這種親密感可能是 你以後要稍稍注意一點的 他對於這種男女的親密 要求的很高 是和婚姻以外的 不不,跟你,跟你,跟你 跟婚內的那個 因為有的時候呢 女生會比較注重自己 是一個好女孩 是一個好太太 是一個好母親 然後就忽略掉了好情人 他是很在意這一點 現在通過這兩個了解 我相信你會讀到更多 有關的內容 當然特別是對於王宇 他曾經還問過一個問題 如果再有的話怎麼辦 你說第一次你會嘗試著去 拉回這個關係 但是不要再有第二次 但是我覺得在第二次婚姻裡邊 可能我不會再做這種努力了 只要發現格殺勿論 你做好準備了嗎 做好了 你會被他格殺勿論嗎 努力不會 答的還是比較誠懇的啊 現在請做決定 最多只可以留一個 請選擇 現在請做決定 最多只可以留一個 請選擇 七號被滅掉了 選擇完了對嗎 對 最後留下了王宇先生 雙方進入最後一個單元 這是到目前為止 第一個進入最後一個單元的 王宇先生請到前面來 你還可以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最關心的在這一刻 你最想從黃黎身上了解的問題 王宇先生 如果你認為大家可以在一起 可以結婚 你最能承受的時間是多久 兩年 OK 可以了嗎 可以 好 雙方手掌相對,互相撐住 我們請問王宇 你是否願意接受和對面的女主角 也就是黃黎開始進一步的交往 你可以選擇我願意或者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你最後問的問題兩年 是在你的接受範圍內之外 對 我的應該更快 黃黎不會再接受更快的 黃黎不會再接受更快的 我覺得人需要了解 好 好了,謝謝王宇,謝謝 抱歉,沒幫到你 沒關係 謝謝你 仍然是祝福你,好嗎 好,謝謝 再見,黃黎 過了還做夢的年紀 他今天能否會有更好的運氣和緣分呢 讓我們一起歡迎小梅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小梅 我來自溫州 在朋友眼中呢,我是一個開心果 希望在今天呢 我也是你們其中一位的開心果 謝謝 來自溫州 那李東風先生和盧雲勝先生 兩位應該會心動指數高一點吧 我們先來選擇一下你的 最佳印象男士 選定了 好 接下來是心動指數 心動值的總和 準備穿面具 讓大家看到你的盧山真面目 五 四 三 二 一 請摘 我們來計算一個總值是 一千三百三十八 六號比較高 六號達到了兩百四十九 謝謝先生 其實蠻平靜的 蠻平靜的 對,我 現在還不好說,對嗎 對 好 現在我們先來了解你的第一段故事 來,請看 因為家境的懸殊 結婚不久的小梅 便遭遇了丈夫的不理不睬 老公,小可她難得回國 待會兒你陪我一塊去吧 吃完飯就好好在家帶孩子 那怕什麼 我的時間很寶貴 沒空陪你們搞這些無聊 在我懷孕七個月的時候 她出軌了 然後呢 記得我差點流產掉了 丈夫的出軌和諸多限制 令小梅備受打擊 不是,不是你想想的 什麼不是我想想的 你別激動 你別激動 老婆你別激動 你放開 老婆我求你啊 老婆我求你好不好 你原諒我這次好不好 你原諒我 我保證你,我以後不會了 別生氣了,我求你了老婆 善良的她 以為一次次給丈夫機會 一切就會好轉 誰知,丈夫的壞脾氣 卻變本加厲 小可是我最好的姐妹 難道我去送她的權利都沒有嗎 權利 你是我老婆你就得聽我的 帶好孩子就是你的義務 你這樣說話就沒道理了吧 從孩子出生到現在 你關心過嗎 你做過什麼嗎 我現在就是讓你看一下孩子而已 我去送一下我的小姐妹 難道這樣有要求過分嗎 去 你去了就別再回來了 咱們離婚 那句話呢 我哭了很久 她說什麼時候離婚我通知你 行我說我等著那個 我等著你 聽上去你的前夫對你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你看在這之前已經有過一段外遇的經歷 而你還原諒了她 但後面她一直沒改 那麼你為什麼那麼愛著她呢 那時候我就覺得嘛 兩個人在一起也不容易 我長輩都不同意 是我敬絕嫁給她的 我也捨不得分開 所以一次一次的給她機會 當時長輩不同意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兩個家境不同 她家比較優勢一點 你家裡人還覺得你嫁到對方去不好 我家人當時認為他們家會看不起我 會不喜歡我 結果贈你了 確實是的 是 剛剛陳先生舉手了對嗎 7號 我想問一下女嘉賓 因為離婚吧 一個巴掌拍不響 你覺得你自己在哪個地方不完善 因為有的時候好也是一種錯 太好也是一種錯 我結婚以後就是沒多久 就生下我女兒了 然後呢可能是說 跟她溝通的時間少了 跟她在一起的時間少了 那你能告訴我 你最受不了你前夫 就是對待你啊 是哪個方面的毛病 你最受不了的嗎 生活上其實我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那些都是小細節 就是我最不喜歡她 就是每天晚上出去打麻將 然後呢不到12點鐘不回家 那你介意將來你的老公就是 可能有應酬 但是她肯定保證回家 不管多晚 她要跟我解釋的 就是說 你肯定會提前告訴你 當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我希望她能夠接我的電話 而不是拒絕我的電話 OK 因為我前面 我經歷過這種事情 就是我無論在什麼地方 哪怕在客廳在夜場 打電話給我 我都會接 我不會躲到廁所裡面去接電話 我會馬上告訴她我在幹嘛 然後有個人說打牌 因為我這一點呢 可能我從來不賭錢 我想我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當在我讀到的那個故事當中 有一次爭吵 你要去送你的朋友 但她非常堅持不讓你去 但是你已經一次一次的 為了不離婚 做了那麼多的犧牲和努力 為什麼那一次你就一定要去呢 因為她都已經說出來了 如果說你去的話 就我們的婚姻就到這裡就結束了 因為我們之間反正矛盾也很多 爭吵也很多 她那一次就是說 真的刺激到我了 坦白地說呢 她不只限制我跟朋友 或者姐妹們來玩或怎麼樣 我年回娘家的時候 她們家離我 娘家也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她根本就不樂意我回家 她一年當中 我最多只能回家兩次 我來問問親友團 從她那個結婚開始起 我們大概有 好幾年都沒有聯繫 就打個電話 她老公就要問 這個人是誰啊 怎麼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了以後 就不跟她聯繫 也怕她不方便 對 你們會限制你們的愛人 和自己的朋友聯繫嗎 會對她的朋友 做一些所謂的征選嗎 九號特別想舉手發言 對嗎 李先生 我想這也太大能人主義了吧 打個電話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不是這個電話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 一開始她就欺責他們的家庭 那個貧窮的問題 並不是一個電話問題 可能你們相識就是一種錯誤 七號 陳先生 我想對你嘉賓提出個要求 好吧 當然 希望你笑一點好吧 因為感覺到很壓抑 因為你前面那段婚姻不好 那你已經是黑暗已經過去了 現在已經走出來了 因為我自己長得比較陽光一點 比較黑一點 所以我希望我將來那一半 也是比較陽光的 好 我們來做一次選擇吧 各位 到目前為止 覺得仍然要繼續的 請保持原樣 否則請滅燈 三 二 一 選擇 三號王宇滅燈 只有一位滅燈 這是到目前為止 留下燈數最多的第一輪 王宇為什麼滅燈呢 總體的感覺還是 就是生活差距很大 而且還有低鬱的差距 你現在在回憶上一位女孩 站在這裡嗎 不是 沒有 第二段VCR 我們來看一看 小梅現在的生活狀況 和她的特質優點來 我覺得我現在呢 我比以前性格方面 開朗多了 樂觀多了 我現在呢 就是自己經營了 一間小小的財富專店 前年兩位助手幫我 所以整天都叫我姐姐怎麼樣 姐長姐短的 都叫我姐的 我叫她們她 都叫弟的 她們跟我玩在一塊兒也玩得很開心 經常的時候 我們店裡打烊的時候呢 我們都經常說 一起去K歌啊 或者是一起去職業宵 怎麼的 對朋友呢 挺夠意氣的 就是朋友呢 稍微有什麼 有什麼自己需要我幫忙的話呢 我這個人呢 就說 我幫得到我會進來幫你的 一個人確實太辛苦了 我需要的是 就是有一位跟我一起去共同努力 共同去奮鬥的 對我呢 一定要體貼一點的 他最好是我們浙江省內的 我這個人很害怕陌生的地方 我去適應一個陌生的地方 所以要需要很久很久的時間 最好是浙江省內的 所以一號迅速滅燈了 七號滅燈了 二號也滅燈了 都是因為這句話嗎 七號 對雖然我家立家不是太遠吧 但是我也在意這句話 好 現在還亮燈的幾位 有什麼要問他的嗎 四號隱強先生 我剛才看你的VCR裡頭 還有你介紹的 你說你前夫就是經常是 半夜12點以後才回家 你是喜歡宅男嗎 我不是喜歡宅男 但是呢 一般的女人都不太喜歡 哪個男是每天半夜回家的吧 對 我想問你一下 你會喜歡宅男嗎 不要太宅男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有偶爾出去 或者是玩啊 或者怎麼樣的 他平時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嗎 小妹 就有時候一幫朋友 一起去KK哥啊 然後我們幾個人 都很喜歡吃沙烤的 然後去吃一下沙烤這樣 唱歌的時候也會喝點酒 不喝酒 不喝酒 對 會玩到很晚嗎 不會 大概11點鐘差不多 11點左右 對 這個可以是兩個人一塊去 宅男不是說成天就在家裡不出門 我只是感覺呢 就是兩個人共同地去交流 共同地去那個溝通的時候呢 還是多在家裡一些 我其實很宅 OK 小妹有一幅她的作品 來展現一些性格 那你們大家也可以多一點了解小妹 在魚缸當中的一個 自己的生活狀況 小妹為什麼選擇了千字筆 我記得當時是有誰彩筆的 小妹有一幅她的作品 來展現一些性格 那你們大家也可以多一點了解小妹 在魚缸當中的一個 自己的生活狀況 小妹為什麼選擇了千字筆 我記得當時是有誰彩筆的 因為這個色彩呢 好比我這個人生一樣的 很單調的 很單純 然後呢 這彩色部分呢 我希望我等著那個她 能跟我一起去完成 這裡邊的魚 你會覺得哪一個是你 那個小的那條 小一點的 大一點的是先生 對 在你的畫裡邊 我能看到的是 你有一些自卑的心理 你渴望溝通 但是你認為溝通是件很難的事情 你有一些對於浪漫的渴望 還有對家庭物質生活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你的浪漫是比較單調的 不是來自於你內心的浪漫 是你從書本裡啊或者電影裡 或者別人講給你的故事裡 學到的一些浪漫的方法 這個可能是你後面要主動 做一些調整的地方 浪漫的方法就是你經常能聽到的 包括這些男嘉賓也會告訴你的 我們喝個紅酒吧 聽聽爵士樂吧 這些就是浪漫的方法 而且是現在流行的 浪漫的女人是 胸中有一種浪漫的情感在湧動 她隨時隨地 非常寄信地能有一些浪漫的念頭出來 你這樣的話會吸引兩種男人走到你的身邊 一種就是跟你一樣 什麼色彩都沒有的 無趣的男人 第二種就是 比較講浪漫方法的男人 第二種就是 他決定畫什麼顏色 你沒有發源權 所以以後可能你在這個方面 也要做一些調整 跟男人是一個平等的對話 才會比較好一些 是 我們來問問姐妹團 如果說剛才我們的專家 給出了兩種男人的類型 在這九個當中有這樣的類型嗎 我覺得還是王宇吧 王宇他會是第二種那種男人 上色的那種 對 還有一種男人是比較無趣的 我覺得 不好意思 八號我覺得有可能 我們來看看盧英勝畫好 盧英勝的畫 你說得非常準確 是吧 這是盧英勝的畫 對 黑白的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如果是一個浪漫女人的話 她能夠讀懂在這種平時的生活裡 才真正具有長久的浪漫 所以她畫了那麼多魚 很少有人畫那麼多魚 家庭的關係 對她來說很重要 而且這種家庭關係的融洽和和睦 對她很重要 好了 這一次是你們在這一輪當中 最後一次的滅燈 四號影牆已經滅燈了 算有點著急啊 剩下的再仔細考慮一下 我倒數 三 二 一 選擇 剩下四位都沒有滅燈 影牆你是因為已經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就是地獄問題 她不接受其他的地方 我想反問一下 假設到我天津 我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給你 很輕鬆地去掙錢 你為什麼還要非得來守在這一塊呢 我沒有說我要守在這一塊呀 不不不不 你說了你適應其他地方很難 很難 如果你是給我足夠我的安全感的話 我會跟隨你去那一塊 然後呢 我相信也會很快去電視來 所以你們要先問問題再滅燈 你們完全可以行使這個權利的 但如果滅了燈以後 就會變成一個很尷尬的境地 對吧 比如說像三號王宇 他說完兩年 他現在可能心裡再後悔 對,但是這就很尷尬了 剩下四位 六號,謝光輝先生呢 其實發言很少 但是亮燈卻非常的堅決 我沒看你問過什麼問題 但是 指數其實蠻高的 指數其實很高 好,了解 我們先來公佈他的最佳印象男士 八號,盧雲勝先生 要表達一下這一刻的感受嗎 這個怎麼說呢 從來也沒有這麼激動過 對吧 能成為這個三號嘉賓的這個 最佳印象 男生吧 但人嘛都是有血液的 有血液當然會沸騰對吧 其實打斷一下 我覺得應該讓他唱一首歌 覺得適合的獻給台上的女主角 這樣子吧 毛寧的一首《聊無牽掛》我也非常的喜歡 我希望能夠簡單地清唱幾句 有男孩對著你唱歌還是今天讓人高興的事對吧 你怎能了牽掛 有回憶當中懲罰 那只是一絲氣化 那只是一絲氣化,對吧 哦,繞了我吧 曾經常還不可能 瞬間融化 有男孩對著你唱歌還是今天讓人高興的事對吧 接下來是女主角深入了解你們的時間 來 婚戀經歷、個人現狀、未來計畫 你會選擇 未來計畫吧 未來計畫 好 婚後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員有哪些 沈傑先生 就兩個人 就兩個 還有 父母分開住 還有 謝光輝先生 我 沈傑宇還是不願意跟父母住在一起 嗯 盧雲盛先生 我是喜歡兩個人一起住 然後再加上孩子 不希望父母住在一起 李東風先生 我敢肯定地告訴大家 我會跟我父母住在一起 我從小就是我父母的戀愛 我非常喜歡我們的父母 因為離開他們 我好像離開了精神支柱 三個人答案一樣 除了李東風先生以外都一樣 所有你的答案呢 我是比較喜歡 像八號所說的兩個人一起住 或者是以後呢 還有一個自己屬於自己小孩 你可以向他們提問 那我問一下八號盧雲盛先生吧 假如我們能走到一塊 你是希望我在內呢還是在外 就是我是比較主外型的那一種 而且在外面我的事業 所以不要說非常的飛鴻堂達 但是我想我這個賺錢的這個能力 是相當有 那麼就是我希望我自己的 另一半的話 那麼是居家型的 讓老公就是說 一天工作累了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這個生活空間和環境 好的 謝謝 我們讓親友團幫你問問吧 好嗎 我想問一下八號那個盧雲盛 假如你們倆走到一起了 你會不會喜歡朋友到你家裡我來玩 這個問題問得不夠極致 我相信親友團的人 潛意識裡頭是想問這樣一個問題 比如說盧先生和親友團的這位女士 兩個人同一天生日 她選擇了想去跟她的朋友過生日 然後你的生日呢明天再補 你能允許嗎 不允許 我也不允許 你也不允許啊 對啊 那我覺得自己老公嘛 那朋友可以晚一天 或者一起過可以 可以理解你們都不允許 但是如果是一個真的愛這個女人 愛的可以容忍她的一切的話 當然我前提是你啊 如果喜歡她 可能這是一句假話 她的親友團 今天晚上跟她的主要談話 就說 哎呀那個盧雲盛太好了 你就選擇她吧 再不要找別人了 嫁給她一定會很辛苦的 就這樣 你們沒有人問問李東風先生嗎 我始終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孝順 相當實在 極其真誠的男人 朋友可以去你們家玩嗎 完全可以 我非常希望我朋友來我家來玩 她朋友可以去你們家玩嗎 包括她朋友過生日 我也可以去她朋友那裡過生日 也包括她的朋友 一見你就叫你肥頭大耳 這樣的朋友 我感覺人家叫我肥頭大耳 沒什麼 小時候我因為別人叫我肥頭大耳 差點可以打住 差點可以打架打住人 如果說我們還是那個小巧玲瓏 那不是我們還是太虛偽了吧 真的是實實在在的一個男人 有點像北方人的性格 謝謝 我是 我原來生活就在北方 好 答案你留在心裡 現在 請你來做一下選擇 3 2 1 選擇 6號先被滅燈了 不好意思 5號也被滅燈了 9號也被滅燈了 從最佳印象 一直到現在 盧云生都是最後一個亮燈的 故事發展到這裡呢 是盧云盛先生和小梅女士 兩位的最後選擇了 盧先生請你到舞台中間來 好 在這個時候呢 全力又反轉了 反轉到盧云盛先生你的手裡 你可以問小梅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老公因為應酬 她每天都是這麼晚回來的 你可以接受嗎 真的可以接受嗎 我只是想問你 你已經做好這樣的一種心理準備嗎 其實我的生活 雖然說我從為人的這個 這個方面來講的話 我可能跟她不一樣 但是我的生活方式 以及一種生活的狀態和應酬 本身就是這樣平凡 我想的話 你可能更需要一種 安定的這種生活 你堅定這樣子做嗎 如果是為了你的生意 或者是為了生活的話 我想這是可以接受的 盧云盛先生請抬起你的右手 小梅請抬起你的左手 用手掌相互支撐著對方 現在盧云盛先生全力在你手上 你可以說 我願意或者是對不起 當我數到一的時候 盧云盛先生請你做選擇 三 二 一 現在盧云盛先生全力在你手上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 我願意或者是對不起 當我數到一的時候 盧云盛先生請你做選擇 盧云盛先生請你做選擇 三 二 一 對不起 對不起 可以告訴我們原因嗎 雖然說從應屆的條件上 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在一起 才是一種眼神 一種微妙的動作 其實可以相信就是說 這個第一感覺 我很心願 好吧,我當然相信你們的盛重 謝謝盧云盛先生 抱歉了小梅 也一樣祝福你 每個人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她的脾氣 過了愛做夢的年紀 轟轟烈烈不如冰淇淋 合不合適只有自己做判斷 只有自己知道 我們當然能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也只有祝福他們了 金利亞婚姻保衛戰 感謝各位收看了這一集的節目 《疊戰英雄界》 也在我們的這張未視 還在中國欄 緊鑼密鼓的播出當中 由潛伏的原版人馬 打造的借槍 正在熱播當中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地關注 下週我們再見 一切精彩 尽在下週日同一時間播出的 杰莉雅婚姻保衛戰